三位神明残了 都只剩下半截身子 被一只震翅的缠重疮 满身是血 被捕获回来 丢在飞船残骸间 这不是逍遥游层面的体现 他这时 进军十二段领域了 那个身穿乌金甲皱的黑发男子 虽为至强神明的分身 但现在彻底失态了 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十一段已是神话理论的尽头 在人世间这个大境界 从没有人可以超出这个范畴 他身在红尘中 如何能做到 那个身穿红色龙鳞甲皱的女子 也彻底呆住了 而后从头梁到脚 他半截身子都没了 被缠一削断 现在血淋淋 早先他还不愤 心中满是敌意 要为原类讨债 现在他只希望 这是一场梦境 从未来过这里 不可能 人间从不见十二段 没有人可以立足在这个领域 那是一片无人区 谁尝试踏足谁会死 身材高大的金发男子 有些接受不了 他现在半边身子破碎 手中的巨剑也断了 被金缠中创后 他很虚弱 被这种猜测刺激的情绪 过于起伏剧烈 他们是谁 都是个各自时代的志强者 说是自身所在超凡星球的 一个时代的主角 也没问题 在神话最灿烂时代 能从千军万马中 搏杀出来 成为神明中的志强者 自然有常人远不及的地方 连他们也只能遥望 对十二段 只能静默地想一想 也就罢了 从未听说 有人可以闯进 那片荒芜与危险之地 现在 他们怎能不惊 十二段啊 数天前 我在不朽之地度结时 已经走到那个高度 现在比你们想象的 走得还要远 王轩平静地说道 他认为 自己超越了十二段 约莫着有十三段的实力了 这些话语 让三位神明当场呆立 有种要窒息的感觉 他们在心中低吼 怎么可能 净出了这种人 尤其是 对方是现世红尘中人 一个人间的青年 竟在神话末世 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如今的志强者 当初在人世间大境界时 大部分人是十段的破线者 还有部分人 甚至只是九段 而后在其他大境界弥补 做到了破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就金字塔顶端的人 可是现在 一个凡人立在他们的头顶上方 俯视着他们 在现实世界中 他或许可以和齐天一战 三人相顾后 再也难以平静了 心绪剧烈起伏 在他们的推测中 齐天当年在人世间时 必然踏足十一段领域尽头了 后来成为超爵士 在这枯竭时代 比其他人更强 志强神明的分身 在现世 大多都在逍遥有一二层 那么齐天应该能保住第三层 恶龙齐天什么时候来 王轩问道 从容而镇定 道 不用为了体现气节而嘴硬 说出后 我会给你们一个体面的死法 不然的话 他就直接搜他们的原神 让他们死状凄惨 半日内 应该可以感到 尽管不甘心 心中很愤怒 但他们 还是接受了现实 因为三人都看到了质保 注定要被灭口 但是 如果对方有意折腾他们 可能会更可怕 生不如死 上路吧 王轩说道 一只蝉出现 双翅轻震 残余的规则之力 化成涟漪 荡漾出去 三人的原神刹那崩溃 肉身也炸开了 转顺图神 机械小熊控制银白飞船过来了 在庞大如钢铁城市的飞船残骸中 吸收活性金属 收割能源 补充所需 很快 小型银色飞船就重组了 修复完毕 主要是底子太厚了 由圣灵的飞船残骸改造而成 王轩将赵青汉 吴音 陈永杰等人 从养生炉中放出 送回飞船 导致他们 暂时远离这里 不要和他们在一起 你要和那个齐天教授 他可是一位超爵士 有把握吗 几人都为他担忧 不如等方仙子 邀主他们回归后 再考虑和那个人开战 陈永杰建议道 恶龙名气太大了 历大劫而不死 在这个时代再现 真正走到明面上来 说明他底气太足了 在不朽之地时 不是有确切消息吗 他从超爵士手中 抢到了羽化帆 这个人非常强 赵青汉醋眉说道 没事 这是现实 不是他说了算 王轩让他们立刻远去 暂时不要接近这里 几人都知道 他做出决定后不会更改了 最后离开了这里 深邃的宇宙 冰冷的空间 这是王轩第一次 独自一个人盘坐虚空中 到了他这个境界 短期内自然可以在这样 恶劣环境中生存 他站在这里一动不动 闭上眼睛 感受冥冥中的恶意 警惕恶龙的到来 那个人神出鬼没 需要严加戒备 养生炉自然被他藏了起来 外衣露出气息 惊跑了恶龙 那么后患无穷 这次他准备屠龙 半日后 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恶意 灰红而有阴冷 无比的射人 由远而近 快速出现了 一艘陈旧的飞船 从虫洞中出来 无声无息 停在不远处 一道影子飘飘然 如羽化灯仙 出现在飞船外部 他一点也不在意 就这么过来了 看到王轩附近的庞大飞船残骸 他依旧平静 无比自信 三个神明 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让人失望 齐天平淡的开口 依旧是影子状态 并且在这时 王轩感觉自己的内景地 又要开启了 他今非昔比 第一时间觉察 立刻阻止 避免他被外人控制大厂大开 经济了一大劫 成长很快吗 齐天开口 影子飘摇 向着王轩而来 停在不远处 他是三千五百年前的人 对特殊内景地的了解 自然超过王轩 他是第二位 在凡人时期 开启内景的人 王轩没有出声 只是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齐天十分平和 道 我原本想邀你进内景的座会 神又过去 畅谈未来 想不到你这么抵触 要不进入我的内景地 这是温和中带着自信 于平静中 也有种咄咄逼人之态 邀王轩小坐 却要进王轩的内景地中 擅作主张 反客为主 王轩开口 想不到三千年过去 你死而复生后 竟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你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曾经的受害者 为什么活成了 你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影子飘逸 一世而独立 哑然一笑 道 我和那些对头不同 我在为超凡训命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从神话大局出发 如今需要你奉献一些 毕竟 你起步太晚了 无力改变什么 而我却可以重塑 超凡世界 在神话领域 重新开天辟地 王轩冷声道 真有本事的话 你就靠自己去开天 而我也专注于我的领域 为新神话找出路 不用急 我们坐下来聊 进我的内景地中一序 齐天开口 说话间 在他的后方 一片阴暈光雾 蒸腾的空间敞开 那是恶龙的内景地吗 生机勃勃 有浓郁的神秘因子洒落 他渐渐显露出真身 衣媚飘舞 这是一个非常儒雅的年轻男子 绝世而独立 静谷以来第一次在县市露出真容 真的像是哲仙 他黑发飘散 双眼清澈 身材挺拔 整个人很俊 超尘脱俗 静力虚空中 齐仙道气韵 直接就影响了整片大环境 有出世之感 这是齐天的人间之身 飘飘然 竟直接进入了那片内景地中 让王轩都吃了一惊 肉身也能直接进去 他很早以前尝试过 自然做不到 这次 他没有什么犹豫 向前迈步 虽然颇敢吃力 但是 随着他运转至高筋纹 脚步加快 就这么一肉身闯进去了 还可以这样 他有谱了 如今他实力强大 也可以将身体也带进去了 虽然有难度 但可以做到 王轩自然敢跟着恶龙进内景 真要翻脸在这里大战 他虽然没有主场优势 但是在对方的地盘 更方便磨刀霍霍 以致保证他这里 从而裂隆 不过 他心中存疑 这真是齐天自己的内景地吗 毕竟 他曾杀人 炼制过六个西针的内景一宝 这片内景的很不凡 气象惊人 有亭台楼阁 精神大药 栽种在精神药田总 各种花草和宝药不算少 王轩出神 是了 这里是精神空间 完全可以在那些高等精神世界挖药 带回来栽种在这里 和恶龙开发这片内景地相比 王轩那里太荒芜了 什么都没有 处在原始状态中 他仔细凝视 这片生机浓郁的内景地 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在充满生气的空间中 也暗藏着腐朽的痕迹 它在变得脆弱 随着超凡退潮 这里大概率会崩塌 这是你的内景吗 王轩问道 齐天十分从容 道 见笑了 比不上特殊的内景地 毕竟 这是我的分身对应的内景空间 事实上 即便是仙界的主身 对应内景的 也出了问题 有缺陷啊 当年我被人针对 围猎 刺杀 那些人 就是图谋我的这一切后 对我的尸身剥脱 我就是复活了过来 内景也受损了 需要补缺 所以 你盯上了我 拿我来为你补缺 补足你确实的底蕴 王轩寒声道 逼是这个人 喝茶 慢慢聊 齐天笑了笑 带着他走到药田外的亭台间 这里竟有两个女子 一个负责为他报件 一个已经准备好茶具 要展现精湛的茶道记忆 两个女子都是原神状态 他们的肉身 不能立足在这里 两人都很美丽 气质出众 王轩一正 恶龙还真会享受 连仙子都有了 这是拘进来的吗 他们是我的追随者 也是我的红颜知己 来尝一尝 先借第一茶树结成茶果 喝一点少一点了 曾经栽中横军门前 结果前段时间被盗走了 那个女子的茶道记忆非凡 动作优美 给人视觉上的享受 齐天示意 请王轩喝茶 将你的肉身和内景 一切对应的先天底蕴 给我吧 放心 我会留你性命 确保你能活下去 终于 齐天放下茶杯 说到了正题 王轩寒声道 这样的恶事 你自己也曾经历过 这么歹毒的心思 你却说得云淡风轻 你凭什么向我索要 齐天起身 看向天边 道 我谋万事工业 不在乎一时骂名 未来我在素神化天地 所有人都要对我感恩戴德 念我的好 尊我为超凡之主 自己的路自己走 我不会陷进我的肉身和精神底蕴 至于内景的 更是想都不要想了 王轩很干脆地拒绝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只能自己来取了 他看向抱贱的女子 示意他可以出手 这一刻 一道刺目的见光 划过内景地 光芒极尽绚烂 连外面漆黑的宇宙 都被照亮了 王轩坐在那里没有动 但是自身有奇景浮现 一只蝉 双翅震动 淡淡地混沌涟漪扩张 轰的一声 将那无匹的见光击溃了 这是我的内景世界 你要在这里撒野 齐天带着笑 但是气息有些不同了 随着一念间 他杀意飙升 你的内景地 又能如何 该悔照样要悔 王轩依旧很平静 在他身前 一条大道巨龙缓缓盘旋 这又是一种真心奇景 月初呼唤下保底月票支持 感谢